嗨,大家好,我是輝哥 咖啡果實一開始呈現的是綠色 之後逐漸成熟之後 依照品種轉變為紅色、黃色、或者是橘色 由於外觀類似櫻桃的形狀 因此又有咖啡櫻桃的稱號 咖啡果實由外箱內的構造 分別是外果皮、果肉、果膠層、羊皮層、銀皮、咖啡豆 在上一部影片有咖啡豆的介紹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哦 而市面上販售的咖啡豆就是最內層的構造 如果你走在街上 在高級咖啡廳點餐的時候看到日塞、水洗、密處理等處理法 指的就是將咖啡櫻桃的外層清除 只留下咖啡豆處理的過程 那麼影響咖啡風味的第二個部分 就是咖啡豆的處理方法 不同的處理方法會直接影響豆子的外觀 以及價格 這裡要介紹五種最常見的咖啡豆處理法 分別是日塞處理法、水洗處理法、半水洗處理法、密處理法 以及最近火紅的燕氧發酵處理法 那麼首先要介紹的是日塞處理法 這個方法是在一千多年前阿拉伯人就開始使用的日塞法 是咖啡豆最早處理的方式 適合在陽光抽肺的地區使用 這個方法分為三個步驟 處理的過程分別是 篩選果實、陽光曝曬 用脫殼機去除果肉以及果皮 那麼要如何篩選果實呢 首先把採收的咖啡果實倒入巨大的水槽 成熟的果實較重 所以會沉入底部 如果沒有成熟 或者是發育不完全 重量較輕 就會浮上水面 藉由物理的現象 而且利用水的浮力 和豆子的重量來篩選果實 第二個階段是陽光曝曬 將咖啡果實直接放在陽光下曝曬 二至三個禮拜 讓果實內的含水量 從70%降到10%左右 並且在陽光曝曬的過程中 用人工持續翻動 讓果實能夠均勻曬到太陽 最後用機器脫殼 並去除果肉、果皮 在日塞法產出的咖啡豆中 可以品嘗到較多的水果風味 譬如熱帶的水果、草莓、藍莓等 這些都是經過陽光曝曬所出現的味道 品質優良的日塞豆 會帶有明顯的水果香氣 甚至有淡淡的酒香 日塞法的優點是過程簡單 不需要太多的設備 而且成本較低 但是需要足夠的空間來曝曬咖啡豆 也需要用人工反覆的翻覆 而且每天的陽光強度不同 不容易控制豆子的含水量 很難預測實際完成的功效 以及時間 在燕門摩卡、伊索比亞哈拉、巴西、印尼蘇拉維西的咖啡豆 都是用日塞法來處理咖啡豆 用日塞法處理的咖啡豆風味 在酸度和苦味會顯得柔和一些 但是在甜度 火香和酒香會比較明顯 接著要介紹的是水洗處理法 水洗處理法是荷蘭人在18世紀所發明的 是目前最普遍的咖啡豆處理法 處理的方法分為下列幾個步驟 首先第一個步驟篩選果實 跟日塞處理法一樣 利用水的福利 來分辨好與壞的果實 接著用去皮機 去除大部分的果皮和果肉 而留下咖啡豆浸泡在水中 再利用發酵的微生物 去除殘留的果膠 接著用大量的清水 去除多餘的雜質 從此第二次的篩選瑕疵豆 最後把果實 用烘乾的方式 把含水量降至10-14% 最後一個步驟 是用機器去除咖啡豆的外殼 水洗處理法的優點 是咖啡豆的雜質較少 品質穩定 整體的口感 以及風味較為乾淨 在發酵過程中 也容易控制 咖啡豆會呈現明顯的果酸味 苦澀的味道會減少 但是因為口感過於乾淨 讓咖啡豆風味的豐富度稍微下降 水洗處理法的咖啡豆 外觀呈現藍綠色 在瓜地馬拉 哥倫比亞 藍山 很雅 爪哇 和巴拿馬 都是使用水洗處理法 第三種要介紹的是半水洗法 半水洗法 也叫做施波法 起源於印尼 這個方法主要是融合了日曬法 和水洗法的特色 主要能夠改善水洗法 需要大量的水資源 以及風味太乾淨的缺點 首先同樣是用水來篩選果實 再來是用去皮機 去除果皮以及果肉 接著用果膠刮除機 刮除果膠 和水洗法比較起來 它省略了發酵的過程 接著利用陽光曝曬 把含水力降至30-35% 並且用脫殼機去除外殼 讓生豆表面直接曝露出來 最後一個步驟 是繼續用陽光曬乾 直到含水量約11-12% 到不容易發霉的程度 方便存放在倉庫 像這種用二次乾燥的方式 會讓咖啡豆的外觀 呈現藍綠色 它的口味介於日曬法 和水洗法之間 有比較沉穩的酸度 口感也更為扎實 同時也製造出許多不同的風味 譬如說藥草 土壤的味道等等 這個處理法主要盛行於印尼 在蘇門達拉曼特林 也採用這個方法 在巴西 近幾年也開始使用半水洗法 第四種要介紹的是密處理法 源自於哥斯大利加 同樣介於日曬法和水洗法之間 和半水洗法不同的是 在過程中只經過一次曝曬 首先先用水來篩選果實 再來用去皮肌去除大部分的果皮和果肉 但是會殘留果膠 和一點點的果肉 來盡情曝曬 在曝曬過程中 需要用人工不斷的攪拌 以及翻覆 避免發霉 在乾燥完成之後 用脫可機去渴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為什麼會成為密處理法呢? 密處理的意思是 來自曝曬前 咖啡豆的外圍有一層果膠層 在曝曬的過程中 會吸收空氣中的濕度 而使果膠層變得粘稠 這裡值得密 是指咖啡果肉的粘膜層 咖啡果肉和咖啡豆分離的時候 果膠和果肉的糖分 會進入咖啡豆 而因此得敏 這種處理的方式 不像日曬法花費那麼多的時間 咖啡豆的酸度低 甜度高 同時還帶有一點果香味 另外蜜處理法 還可以根據果膠保留的程度 在細分為黑蜜 紅蜜 金蜜 黃蜜 和白蜜 而留下越多果成的風味 則越濃厚 蜜處理法是目前最流行的處理方式 最擅長用蜜處理法的國家是 科斯大利加和沙爾瓦多 以及中美洲的國家 第五種要介紹的是 燕氧發酵處理法 在咖啡生豆的處理過程中 都會經歷發酵 這個步驟會影響到咖啡風味 在其中又分為有氧發酵和無氧發酵 在上面那些傳統處理法的過程中 都會出現有氧發酵 比如說蜜處理過程中 在咖啡豆外圍的果膠層中 經歷過曝曬 為了微生物就會從中消化糖分 並且轉化成不同的風味 但是有氧發酵 因為環境的因素變化太多 不容易受到控制 那麼無氧發酵 又稱為燕氧發酵 是指在蜜蜂的容器中 可以盡情控制的發酵處理方式 燕氧發酵處理法 最早由哥斯大里加德 咖啡農夫所發明 在2015年 來自澳大利亞的莎莎生斯蒂 用一款模擬紅酒處理法的咖啡豆 拿下2015年世界咖啡師競賽的冠軍 這種處理法 才慢慢的推廣到全世界 燕氧發酵處理法 也稱為二氧化碳氫製法 這種處理法的來源方式 是來自於葡萄酒 透過葡萄發酵的過程中 二氧化氮的氣體 會逐漸增加的原理 讓葡萄進入無氧 也就是真空的狀態 讓葡萄本身自有的糖分 轉換為酒精 因而釀造出口感豐富 並且有特殊的香氣 燕氧發酵處理法的處理過程 一樣先篩選果實 接著把咖啡果實 放到金屬容器內 一般會選擇不鏽鋼 是因為比較不會吸附之前的咖啡豆風味 接著再注入二氧化碳 排出氧氣 在這樣的操作下 咖啡豆才能在無氧的環境中 進行發酵以及分解 而且對發酵過程中的酸鹼質 濕度以及溫度 甚至在裡面發酵的菌種 都能夠有效的控制 才能發展出濃厚的甜味 以及特殊的風味 在精油發酵過程之後 還是需要用日曬、水洗 或者是蜜處理法來處理豆子 在市面上才會看到 燕氧日曬、燕氧水洗 和燕氧蜜處理的標註方式 在這張表格 我用甜度、酸度、咖啡的風味 以及產地 來讓大家簡單的區別 這些咖啡豆處理法的差異性 讓各位可以做參考 謝謝各位的收看 今天的咖啡豆處理法 就介紹到這裡 各位是不是對咖啡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呢? 若還想知道 其他有關影響咖啡風味的方法 請持續關注我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不妨按個讚、訂閱 與分享給家人朋友 我們下次見 掰掰